本期主题是专家对单亲家庭孩子教育的建议 也不信神对吧 所以你要让他想放纵自己 你让他不放纵 这个事我们达不到这个力量 连他老婆都管不了 他父母都管不了 我们作为外人也管不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遇到这种事只能做一个 我认为可以做一些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呢就是说 比如这父亲有了外遇 或者母亲有了外眠的情况 那为了孩子请你们双方都坐到这来 因为你们孩子出问题了 也就是说我们当发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你要先调整父母的关系 调整父母的关系呢 我们不是指责谁 而是让孩子说出他的 就是之所以这段时间的情绪变化 源于什么 甚至你可以让孩子在这说 父母在隔壁听 听完以后呢 然后再让父母来谈自己的感受 我想一般如果就是很多人是这样 他没有经历过他无所谓 就跟很多女性生孩子那痛苦 男人要是没有在现场 他是不知道生孩子多痛苦的 但是文阳特别深 就我身边有个同事他就讲 当我看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 我就自己跟自己发誓 我一辈子要对他好 也就是说他看到了这种生育的痛苦 所以我讲父母也是这样 如果他们看到了孩子 因为他们的分手而痛苦 我想他们多数父母如果爱孩子的话 是会约束自己的了 所以像这种的只有通过一种 就是家庭治疗的方法 但是呢 以孩子让他来讲 让父母来听 然后让父母来谈自己的感受 然后这种事情呢 包括比如说在离异的状态下 孩子有哪些痛苦感受 就把孩子这种声音都可以累积起来 遇到那种就是家庭有问题的 咱们就先说给你们要做一个 因为你们的孩子要做一个家庭治疗 对吧 然后你可以让爸爸妈妈在隔壁听 然后再听什么的 就把这些录像放给他听 就跟我们 我给我们法院提的建议就是 我说这个孩子出事了 咱们开庭 我爸妈呢也参加 但是在开庭之前 我们跟孩子谈话的时候 我让爸妈去看一看那些教育片 也就是说先这些片教育的 就是说孩子为什么犯罪 原因在哪 所以我想这些事情呢 只能用过这种方式 因为我们不能指责 那你干嘛要离婚 对吧 这毕竟是人家的私事 是说他们生争人os 没有人 真的也能为 misleading 你 你 你 有没有人家